最近在市場發現了 假裝上班的人越來越多 一批有一批失業的人 每天走到同書館裡去玩手機 一坐就是坐一整天 還有一邊在星巴克 麥當勞裡面由早上10點坐到晚6點 前面放置台北基本電腦 一跌聲氣都沒有 那些人每天都是早七晚歸 在假裝上班 每個月到了發工資的那一天 都會整時整點 還要外加一部份的工資給家庭的老婆 而這大部份的錢 大多數都是食用卡拆出來的 堪稱當代三號青年 我感覺今年的失業潮受的影響 不單止是工廠裡面的工人 餐廳裡面的服務員 和寫字樓裡面工作的白領 都沒有一個逃得過這一劫 之前那些搞戶亂網 軟件開發的那些欺缺人才 今年都是突然之間大轉向 他們的話很大一部份都是代業在財 我有一個買法拍房的客戶 原來在杭州是大廠裡面敲代買的 到了今年年初的時候 都被公司裁了完 然後回到少慶 現在在少慶的話半年了 都找不到對的工作 去年還有幾間公司打算畫它 但是到今年已經是無人問真了 還有一個搞軟件開發的HR客戶 以前他們公司只要發簡歷出來 收到的簡歷都不超過10分 但是今年同樣的職位 同樣的收入 收到的簡歷有將近200分 那你可想而知 現在在外面競爭是很激烈 前段時間不是阿里都在裁員嗎 裁了2.5萬人 類似互聯網大廠都在裁員 看來互聯網行業 現在都是陣入了寒冬期 而且公司裁員 首先就是排在35歲以上的那批人 一邊是延期退休到65歲 一邊就是今年的實業力 超過20% 這樣的壓力 真的不是日本那麼大 原來失業 你還可以跑一下網約車 送一下外賣 現在的網約車平台都已經爆了淚了 送外賣的亦都是增多足少 父母的那一代生業 還可以回家種下田 還可以有躺平的機會 現在你看你敢不敢躺平 基本上每個人都有房貸 有車貸 哪怕你是存款買的 你在城市生活 柴米有移民 每個月一大堆的開支 你敢不敢躺平 如果你現在還是待業的狀態 也都不要自暴自棄 現在外面大部分人 都是跟你一模一樣的 在拿時間去學一些新技能 用積極的狀態去迎接下一個風口 你說是不是 未找到工作的朋友 可以在評論區一起說一下你的想法